好 现在呢我们已经勾到倒数第二针第三针的位置了 我们这里还空三针 数一下这个一二三 这里就比较明显了 然后我们绕线 绕线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倒数第二针第三针的地方 给它勾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勾一个减针 剪掉一针 这个斜后跟它就不容易掉斜 小宝宝的脚能挂得住 然后最后一针呢 我们就勾一个正常的长针 勾一个正常的长针 然后我们就勾好之后呢 第二圈我们跟第一个一把针 第一个长针啊 看一下这个是第一个长针 然后我们在第一个长针上面的针目 然后勾线出来 然后带线引拔 带线引拔 第二圈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立一个起立针 开始勾第三圈 第三圈呢 我们就要勾短针了 勾短针 然后我们就是在这同一个针目里面 穿针 绕线勾出来 然后再绕线勾出来 现在就是一个短针 我们可以拿出我们的记号扣 拿出的我们的记号扣 然后挂上 这是第一针 然后我们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勾 短针 这样呢 我们一直勾到 减针 减针前面两针的位置 倾下来 我们这里就是一针对应一针的勾长针 一针对应一针的勾 大家速度跟不上的话 可以把视频先稍微暂停一下 跟上之后再 再开始接着勾 好 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我们减针的位置 这个看着就是比较明显的是吧 这里是一个减针的位置 然后我们勾到向右数两针 一二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数两针的位置 我们绕线 在这个地方 勾中长针 我们要勾两针的中长针 然后绕线带出来 带出来 中长针的勾法就是我们再绕线 然后一次性脱过 勾针上的三个线圈 然后绕线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再勾出来一个中长针 我们勾线出来 然后绕线 勾针一次性脱过 这三个线圈 我们现在就是勾了两个中长针 作为过渡 然后到了减针这个位置 到减针这个位置 我们绕线 在减针这个位置 穿线 穿针 勾线出来 我们这里要勾未完成的长针 勾一个 然后绕线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勾出来 一个 一共是勾了两个 然后绕线 一次性带过这三个线圈 我们现在就是又剪掉了一针 然后绕线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中文字幕——YK